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把孩子抚养长大 她认为做了很多事情 是不是贵妇而教 自业就业 我们上次去重庆的时候 一个大姐跟我聊天 一边说一边哭 为什么哭啊 她说在学习之前她非常痛苦 为什么痛苦 她想不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因为这个大姐呢 她年轻的时候啊 这个丈夫呢就去世了 一个人带了两个孩子 一男一女 我得把他们抚养长大 所以呢 她自己虽然很痛苦 但是呢 一直就带着这两个孩子 后来这两个孩子也算争气吧 两个人都考上了大学 生活呢也都不错 各自都成了家 这个时候她更大的痛苦来了 什么痛苦啊 这两个孩子跟她像仇人一样 她就想不明白了 她说我一个人这么苦 把这两个孩子养大了 怎么现在他们成了家 跟我像仇人一样了 我们从旁观者 能不能看到原因呢 她是不是满身都是怨气啊 你可以想象 她把这两个孩子抚养长大 她有没有不停地去倚仗啊 倚仗她自己做的事情 她过去的生活有多苦 你去想一想那两个孩子的生活 压不压抑 后来她说那段时间特别痛苦 后来跟老师学习了几年 突然发现原来是我自己错了 后来她就不停地去改变 让自己变得更柔软 让自己千万不要有所倚仗 让自己认为自己不是在付出 那个时候她讲 她说我真的觉得这几年下来 改变了我整个人生 我说你现在跟孩子的关系如何呀 她又笑了 她说现在跟孩子的关系很好 为什么很好 她学习以后 我意识到是自己错了 所以我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 我就改变了过去的态度 所以孩子也很奇怪 说你这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然后她就对孩子讲了 说过去呢是妈妈错了 她说你们也别怪我 她说我不懂道 我认为对你们付出了那么多 所以我就很强势 什么事情都想管 但是现在我发现了 你们最想逃离的 其实恰恰就是我 你看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去看呢 这个就叫贵妇而交 自宜就业 一旦你认为你做了什么 一旦你认为你有功劳 一旦你认为你付出 会不会留下更多的过错呀 所以你发现越错越大 像这样这个大姐这样的人多不多呀 大多数都是 就是我们想不明白 我明明这么辛苦 我明明付出了这么多 为什么最后我一无是处了呢 你看学习了道 好不好理解呀 我明明就会有点赞 订阅 明明就会有点赞 订阅